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发问的困惑 可以关注和私信 上期我们讲了口字文 那么这期我们讲预阶文和一些其他的文路 预阶文在首相当中 事业线,也就是预柱文 清晰直上的话 直观中止根部 这个事业有成 这个字成一起 那么元宝文也是比较明显的话 元宝文就是 实业线跟生命线和智慧线 以及辅助文路共同构成的 那么如果是再加上太阳线 明显是享有盛誉 训工再出现这种预阶文 预阶文就是跟台阶一样 跟颈字文有一些区别 但是也相似 那么这种文是自从做生意开始 就有少计多步步登高 目前所经营的行业 也是应该是在同行业当中 超过了同行 田字文 田字文 那么出现在训工的位置上 也是田园广阔 多住宅之像 一生不为钱财犯虫 如果是再加上 施业线清晰直上 实指下方 这个训工的位置出现 这种田字文 是非常的富贵之像 那么元宝文跟三角文 是在掌内的话 形成这种三角跟元宝 相互牵套的情况 就是这种三角文 元宝文 相互牵套 这个是 这个有极强的号召力和管理能力 这个金钱的运势非常的不错 运势强盛 非一般常人能比 素有 手有三角 穷不过我之说 当然这是放在古代 那么手有三角 意思就是说 你的钱财能够把整个家族给带旺 方形文 方形文之前也讲过 在训工的位置 如果是训工比较高图 饱满的话 再加上有这个方形的纹路 那么这个是非常富贵的一种 财云线 如果是三四条 比较明显的话 那么这个是资产过千万 日进斗金 这是主要是训工也是财位 好了 有关这个 预接文 口字文 以及这个三角形的财库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